歡迎 好 預照觀禮先跟我們所有的媒體先打個招呼好嗎 李安你先來 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安 各位媒體李安哥大姐你們好 我是郭敬 好 兩位呢其實是我們這次的關懷大使 但是由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們還是要對於這次呢 發生在台灣的我們八仙樂園的這個事件呢 我們還是要致上一個要幫這些所有的商者加油跟打氣一下 因為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公安事件 但我們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呢多伸出援手 這次我們這次呢 媒體安跟我們國慶非常重要一點 因為我們關懷大使的工作呢 我們不是只有到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 我們台灣當地我們也是非常在做 這也是台灣學長會一直在努力在做的事情 那今天呢其實兩位應該是第一次去到非洲吧 對 好 非洲的部分我們想先去媒體安先說好 好 因為你看你去過了好幾個地方 比如說東歐 是 你有去波士尼亞亞美尼亞這些國家 對 上比亞對你來講 它會是一個完全不一樣嗎 跟這些國家 對 完全的去之前是完全陌生的 然後我覺得跟我去亞美尼亞波士尼亞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波士尼亞跟亞美尼亞他們是凋零 而且還有戰爭 對 有戰爭 然後有凋零 那跟上比亞比的話 他們至少都還有某一些基礎建設 那上比亞它是甚至要生存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像剛剛在影片裡面講的水 水就是一個他們最大最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也是市長會在裡面幫助的 是 那我想問一下 你擔任過我們就是愛的麵包的代言人 以及我們兒童幫忙的企劃這個代言人 那幫忙的大事 我想問一下 跟郭靖合作的感想如何 其實我覺得這一趟 雖然去非洲環境比較 環境比較惡劣一些 但是心情上我覺得比前兩趟去波士尼亞亞美尼亞的時候輕鬆很多 因為郭靖的關係嗎 對 因為就是多一個人去 就是多一個人去分擔那種心理壓力 因為像我們是擔任愛心大使嘛 關懷大使 所以去的時候其實你是一個 你有一種責任 你有一種代表 那多一個人的時候其實 尤其是女性去 其實對當地人來講 會比較 怎麼講 不會有那麼的有保護心 像當然不是男性去的時候 男生的時候他們會覺得 男生要跟你稍微競爭要玩啊 或什麼他們會稍微有這個動態 女生的話他們會覺得 喔 稍微就會稍微 對 女性可能比較陰柔的部分 對對對 其實對於說打入那個群體 我覺得是比較快的 好 那我們來溫溫看國慶好了 好 好 這一次呢 你跟著社長會請到了上帝啊 而且跟維里南去 你的感想怎麼樣 上帝對你來講的印象是什麼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與這個探訪的 我這個董 然後我其實 預先其實就有一點 預設說可能是真的狀況非常不好 可是我沒有想到是真的那麼的不好 因為從 當我們坐飛機都看得到 其實往底下看去幾乎都是荒芽的草原 就是水源的部分真的非常的少 那水對我們來說是最基本的東西 因為我們生活在巫師 但是對他們來說 這是一個很值得珍惜的 然後我們就是 當然這次的跟李安一起也是 很放下很多心 因為他有很多的經驗 然後 中午我都可以幫忙提 對 因為我剛剛看著你這樣子晃一邊 那種天爛爐 對 沒錯 然後因為他很多經驗 所以我也可以透過他去看到一些 可能以前探訪需要注意到的